女孩真该扣开自己的脑壳 看看里面装的是不是大便 要不然怎么会如此相信那个渣男 不仅喝下了渣男递来的迷药 还被气割下了翅膀 用来向国王邀功 而渣男也因此当上了新的国王 但这是绝不算完 女孩作为最强大的女巫 一直暗中积蓄着力量 直到渣男生下了一个女儿 她才决定开始复仇 静止冲进了渣男的城堡 以强大的实力镇住了所有人后 对着公主施加了诅咒 而渣男由于怕女巫再对自己出手 急忙打出了感情牌 但女孩却没有再次上榜 她当即像嘲讽曾经的爱情一样 为公主增加了醒来的条件 那就是必须得到真爱之吻 否则世间任何力量都无法让其醒来 渣男听后真是吓坏了 她自己也不相信世间会有真爱 于是当即下令烧光了所有的纺织机 并让三个精灵带着公主躲进了深山 希望这样能避免公主陷入沉睡 不料精灵根本不会照顾人类小孩 她甚至连小孩饿了会哭都不知道 一直让公主哭个不停 幸好女巫为了监视也跟进了深山 而且因听不得这可怜的哭声 便将乌鸦变成了人类 给公主送去了食物 就这样 女巫成为了公主实际上的养母 不仅会时刻关注着她的安危 还总是陪她一起玩呢 慢慢的 女巫真的将公主当成了自己的孩子 不愿她今后陷入沉睡 于是想要帮其破除诅咒 但当初的诅咒吓得太狠 就连女巫自己也破除不了 无奈之间 女巫将公主带回了森林王国 准备将其保护起来 可该来的始终会来 公主不仅即将年满十六周岁 而且还得知了自己的身世 偷偷地溜出了森林王国 去找寻自己的亲生父亲 但渣男父亲根本就不爱公主 他只是不愿意输给女巫 于是狠心地将公主关了起来 准备等期熬过了十六岁生日 便带兵攻打森林王国 可女巫的最强诅咒也不是浪得虚明 公主在十六岁生日的傍晚 突然就被神奇的力量迷惑了心智 不知不觉中便走到了纺织机前 并伸手触碰了转轮的轴心 接着便陷入了沉睡 女巫真是伤心极了 她虽然不相信世间会有真爱 但为了救醒公主 还是找上了曾与公主 不有好感的王子 直接施法将其迷晕后 带着王子赶到了公主的房间 可随着王子吻向了公主 却再次验证了真爱的不存在 因为公主并未醒来 而女巫也陷入了绝望 她实在是没有想到 公主会成为自己的养女 于是只能诚心地向公主道歉 并承诺会永远保护在她身边 接着便准备再亲吻一次公主 但令人没想到的是 公主却在女巫的亲吻之下醒了过来 原来真爱之吻并不一定是爱情 也可以是亲情 就这样 两人准备一起返回森林王国 不料渣男却不愿意放过女巫 直接用女巫最怕的铁器罩住了她 令其魔力快速消逝 而女巫也只能拼尽最后的力量 让自己的乌鸦随从变成了巨龙 抗衡着周围的士兵 但寡不敌众 不一会巨龙便被士兵绑住了手脚 同时女巫也被彻底吸干了魔力 只能弱小地趴伏在地面 可就在女巫要被渣男捅死之际 公主却找到了女巫的翅膀 并成功打破了封印 接着翅膀直接找上了女巫 瞬间便恢复了女巫的巅峰实力 静止飞出了铁器的包围 但渣男却仍不死心 再一次扔出铁链锁住了女巫的脚踝 可女巫的魔力却十分充沛 直接拉着渣男便飞出了城堡 与其形成了一对一的决斗 但女巫却不再有复仇的想法 因为她已经得到了公主的爱 所以女巫准备就这样离开 不料渣男却不死心 再一次偷袭了女巫 可女巫却拥有着飞行的优势 仅是随意的一抖一晃 渣男便独自掉下了高塔 直接摔死在了地面之上 为她的卑鄙无耻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而女巫则带着公主返回了森林王国 一起过上了幸福的生活